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8月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视频道发布消息 他主持召开了乌军大本营会议 泽连斯基说,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总司令亚历山大·希尔斯基将军 关于我们在前线的防御行动和库尔斯克战役的报告 这次乌克兰高层会议上,泽连斯基首次承认乌军发起了库尔斯克战役 会议上总司令希尔斯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此次会议 他向泽连斯基报告说,总统先生,乌克兰最高统帅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控制俄罗斯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 泽连斯基听完报告回答,谢谢将军 感谢所有乌克兰战士,士兵需要稳定和勇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示,内务部和安全局要为这次行动准备好人道主义计划 但他没有具体说明该计划的内容 他表示乌克兰国防部呼吁伙伴国家允许使用援助的远程武器 保卫乌克兰领土 泽连斯基写道,乌军对库尔斯克的打击是公平的 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人从库尔斯克对乌克兰发动了数千次袭击 乌克兰人求生的意志比俄罗斯人杀害乌克兰人的意志更强烈 这个世界会有没有战争的那一天,也会有没有发动这场战争的人的那一天 但可以肯定,不会没有乌克兰那一天 胜利属于乌克兰,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 11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控制了库尔斯克28个居民点 根据乌军的说法统计,截至8月12日下午 乌军以控制库尔斯克44个村庄 迹象表明,乌军推进速度没有放缓 13日早上显示灰色地带迅速扩大 库尔斯克战役与我们的分析相符 并不是网上有人说的乌军一路杀向库尔斯克核电站 要控制那里 这种声音把俄罗斯绕晕了 把能调动的为数不多的增援部队向核电站方向集结 结果,乌军在该方向虚晃一枪 主力向比尔哥勒德方向突然的南下 在过去24小时又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常识判断,乌军不会孤军深入 杀将莫斯克,也是不现实的说法 但这种声音确实帮助了乌军 俄军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事实证明,俄军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 没有一个具体的防御计划 俄罗斯国内也没有精锐部队 能够快速地向库尔斯克前线增援 派去的那些新兵弹子和各村动员起来老人 都是打加油的 我不认为乌军指挥师向北建制莫斯克 因为乌克兰凭自己的军事能力 不能把战线拉得太长 那样会有利于俄罗斯军队 乌军在占领的库尔斯克领土上完成巩固后 挥师向南,是想与进攻比尔格勒德的乌军挥师 战术成功后,乌军的下一步将在俄罗斯境内 修入的防御攻势 俄罗斯军队再想夺回师弟 难度如同在东巴斯前线啃包垒 就在库尔斯克战役党的热火朝天时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和布鲁门萨尔出访乌克兰基辅 格雷厄姆在讲话中提到 乌克兰人民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 他们进攻库尔斯克是大胆完美漂亮的一个行动 莫斯科发动了这场战争 根据国际法,乌克兰有自卫权 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们用于自卫的武器 因为这是一场有关乌克兰的生存战争 格雷厄姆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 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中的密友 客观地说 格雷厄姆在基辅讲了话 换成特朗普曾在内里说 下次美国民意调查特朗普支持率会有所上升 克里米林公有关库尔斯克局势也召开会议 普京在会议上就库尔斯克的局势发展发表了讲话 他认为解决库尔斯克地区问题的主要办法 是俄罗斯国防都要组织更多的力量 将敌人从库尔斯克州消灭 普京说 乌克兰正试图通过袭击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 来改善其谈判地位 俄罗斯与入侵的乌克兰人没有什么好谈的 敌人对内里的贫民造成的伤害 必须消灭来犯之敌 一辆俄罗斯的军车从库尔斯克逃跑时 不给莫斯克面子 在闯红灯时伤害了俄罗斯民众 把一位巴马线上的行人直接撞飞了 接下来能给这名被捕者主持公道的 应该是乌克兰军队 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就把俄军造势车辆炸成零件了 乌克兰军队不会伤害无辜 他们是文武正义之士 与库尔斯克当地民众无援无仇 尽管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他们仍能保持互不伤害的和谐局面 一位俄罗斯小女孩问乌军的士兵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来这里一周时间了 你能送我件礼物吗 可以 你要什么 你的手链可以吗 当然拿去吧 有点大了啊 这样戴就好了 谢谢 俄罗斯老太太问乌军 你们往哪里去啊 我们出行不便 能乘车吗 乌军 这样不行的 车上有炸药 不安全 我们是去前线的 你们已经安全了 不会有人伤害你们 你们会讲乌克兰语吗 老太太说啊 这里以前是乌克兰土地 会乌克兰语 乌军说说 老太太 好吧 我们慢慢走 荣耀水乌克兰 苏甲当地居民的发布一段视频显示 一辆乌军装甲车追击逃跑的俄军 高速穿越了俄军跑路时射的路障 街上民众大开眼界 我们通过一些相关视频能够发现 俄罗斯的老百姓不仇视乌克兰军队 他们的距离往往保持着很近 没有恐惧感 今天看到爱好和平的网民 对当局俄乌局势的评论 对乌克兰大规模攻入俄罗斯 我们呼吁俄罗斯方面保持克制 理性看待 乌克兰进攻俄罗斯有着复杂历史成因 我们尊重俄罗斯的领土完整 俄罗斯应该考虑乌克兰实际安全需求 同时俄罗斯也要接受目前的现实 不要把事态扩大化 希望有关方面 不要拱火交友 多劝和粗谈 另有网民评论 希望俄罗斯当局保持克制 避免事态进一步的升级 充分从历史的经纬度 考虑库尔斯克地区的问题 以库尔斯克地区人民的福祉为重 通过停火谈判 协商化解分歧 政治解决库尔斯克存在的问题 俄罗斯又怒了 他们认为乌军攻入俄罗斯境内 是西方援助的武器起了作用 西方背固不在俄罗斯领土上采用援助武器的程度 8月12日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 作为特勒纳 彼得连克表示 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积极使用北约国家提供的枪械 重型装备多管火箭炮和其他武器 俄军以就缴获的物证 指定了必要的专家进行鉴定 讲其他的都无意义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才能解决问题 现在可以确定 俄罗斯马大喊了 乌军这次跨境行动是要驻军 战争结束时才返向 有些时候 不能只看表面 行动意图才是本质 乌军在库尔斯克扩大控制区的同时 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确切消息 乌军已有两个机械化旅全部进入俄罗斯境内 另外三个旅向边境线移动 随时可以向前线增援 俄罗斯反击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乌军向控制区调取了工程兵 战壕挖掘机和装甲布雷车 正在进攻部队的后方 大干快干 修筑防御攻势 俄罗斯军队再想从俄军手中夺回备战领土 难度如同在东巴斯前线啃水泥钢筋碉堡 综合各方的信息 乌军队从8月6日跨境作战以来 俄罗斯国防部至今没有作战机军调往库尔斯克方向 已知消息 俄军总参部从赫尔松地内波和左岸抽调了一个空降营 从东巴斯战区抽调两个团 向库尔斯克方向转移 没有迹象表明俄军将整边旅以上部队向库尔斯克增援 库尔斯克战役打的讲了 乌军势如破竹 没有遇到俄军规模的抵抗 俄军每迟到一天 乌军就夺取更多的村庄 就算未来几天俄军援军到达 想站稳脚跟也非常困难 乌克兰前线俄军进攻正在减弱的 这与乌军的突然开挂第二战场有很大关系 俄罗斯红线被乌军越境作战打破 西方原武武器大规模进入俄境内投入战斗 并得到西方一致的默许 赞连斯基走路越来越拉风了 乌军大本营会议上人人对胜利充满信心 科工会议上是另一番的景象 战场上正在发生的一切 从俄乌分别的会议上就能看出来 人的心情与事态发展成正比 人的心情与事态发展成正比